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niel 校長 今天帶大家去城門水塘 尋找八大打卡美景 另外會帶大家去城門峽 尋找港版九寨溝 還有氣勢澎湃的大瀑布 想知道有記精彩就看下去吧 現在是早上6點50分 我剛剛是坐第一班地鐵去到荃灣閘 再轉82號小巴來到菠蘿巴 今天會圍繞城門水塘走一個圈 會介紹每一個拍照的位置給大家 上樓級之後我們沿著菠蘿巴自然教育鏡走一段 這麼早來到城門水塘 是因為知道今天一定會是超多人 希望在未是太多人的時候 拍一拍這個水浸八千層 今天走這條路雖然是很長 大約有10公里 但是上落波幅不大 加上已經入秋 沿途又有樹蔭 所以走起來是很舒服 上樓梯就走完這個菠蘿巴自然教育鏡 來回這條石屎路 再往前走多4分鐘 就來到現在這條八千層隧道 如果有江滲下來的時候 這裡是會很美 但是今天的主角是前面轉彎的水浸八千層 我就加緊時間轉下去 看看會不會吃到頭痰湯 現在是早上的7點13分 已經看到有幾個影友在拍照了 來到的時間剛剛好 太陽剛剛在對面的山邊出來 不好的就是今天比較大風 拍出來就沒那麼美 原先約了我每8點半在這裡等 嘗試跟他拍照 但是現在8點鐘已經這麼多人 所以我已經放棄了這個念頭 去另外一個位置 上回大路繼續往前走多3分鐘 你會見到一條小路可以走下去 到達湖邊 我們還可以再深入多30米左右 走到前面這一批八千層附近 就是沿著這些小路我們可以深入少少 距離拍到這一批八千層 距離拍到這一批八千層 再之後的路就已經浸了 那我們上回大路繼續直行 走到這個分叉位上面有一個公廁 而轉到下面這個燒烤場的位置一路直行 就可以通往去大城石間 之前兩個颱風為這裡帶來了很多雨水 所以現在就很漂亮 很多流水 通常攝影朋友都會到這些石邊的位置拍照 由於已經很多人在拍照 我就沒有叫妹妹下去拍了 繼續出大路穿過石橋 走多5分鐘左右就來到這個分叉位置 左手邊是去圓礦咬 我們轉右向下走 繼續向主壩方向走 穿過石橋走多久 就來到12號燒烤場這個位置 這裏附近都很多漂亮照片 在半閒停的前小小有一個缺口位 可以走下去拍照打卡 這個位影出來都是很漂亮 如果在沒有水的時候 前面是一批大草地來的 拍攝完上回來大路 繼續向前走多8分鐘左右 我們就離開這條半塘徑 轉到右手邊 這條麥里浩徑的第七段 一下去我們就馬上看到一條石橋 又一條溪間 有多漂亮 我嘗試走下去拍攝給大家看一看 選擇走這條麥里浩徑是因為我比較喜歡行山路 條路很平坦 一直沿著水塘邊的外圍一路走 不時會有一些缺口位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遠處可以看到大毛山 這裏就是我們今早拍攝的水浸八千層位置 現在就兵滿了人 在剛才麥里浩徑瀑布的位置走了半個小時 就來到這個登山位 這裏有些木樓級 我們沿著一路向上走 大約七分鐘左右就可以來到 這個叫做響日台的觀景台 在這裏放布航拍機給大家欣賞一下 休息完之後 我們跟回之前上來的位置沿路下去 繼續沿著水塘邊走 在這裏走到主壩大約還有三公里 沿途都會見到不少的溪流 風景都不錯 輕輕鬆鬆 剛才我們從觀景台下來之後 大約走了一小時 就回來主壩的位置 來到這裏我們聽到很澎湃的流水聲 這裏有個大水碗 當水塘的水滿水的時候 就會在這裏排下去下城門水塘 教大家怎樣用手機拍攝這個最美的角度 就是在圍蘭外舉舉報手機拍攝就可以 拍攝完這個大型樓斗 之後我們沿著綠色這條鐵橋的對面 有個通往下面城門峽的樓梯 我們沿著長長的樓梯一路走到最下面 就會見到季節限定的奇景 謝謝大家 我們很快 記得 from the end 我們要 tilt這道指揮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來看我們 我們正在 weeks 我們來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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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看我們 我們看我們 城門水塘這一段我沒有拍片給大家看 主要都是沿著這條藍色的律符手欄杆一路直走 玩到前面城門隧道的天橋底下就已經可以了 再之後的路段我就覺得是沒有東西看的 拍攝完之後 然後上來煮壩繼續向BB嬌長方向走 轉右走多20分鐘左右就可以去菠蘿壩搭小巴離開 總括來說今天這條是輕鬆易走的郊遊路線 圍著水塘走一個圈雖然都有8公里 但大部份都是平坦的路段 如果不趕時間一路走一路拍其實都很輕鬆 從紀念碑走了8分鐘來到5號燒烤場 這裏有洗手間有汽水機 在這裏去菠蘿壩小巴站需要10分鐘 由於假日的關係我會選擇走多5分鐘去梨木樹村 會有更多的交通工具選擇去其他地方 要去梨木樹村就沿著現在這條扶手樓梯 落完百多級之後在路口靠右手邊走 之後一路沿著石屎車路向下走 走了大約5分鐘之後 這裏有個重要的分叉位 我們看到這個藍色閘這個位置要轉右 之後向下走多6分鐘就可以到達梨木樹村 這條片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麻煩幫手按個讚和按鈴鈴鈴 訂閱我的頻道吧 拜拜